欢迎来到星野Vlog 我是星野 那么这一期要来跟大家聊聊 我们家的休旅车 KUGA 我们是在2021年6月多 KUGA发表21.5年式的当天 我就跑去展间下定 因为21.5年式它新增了一个 它之前没有的新的科技配备 就是360环景 这个环景早期在KUGA刚推出的时候 就是第三代KUGA刚推出的时候 它是没有的 所以很多人都是透过外场去做加装 然后我们是在2021年7月底左右就交车了 那最近呢 一直到录制影片的现在是2022年的9月3号 那我们在2022年的8月的时候也进场做了最近一次的保养 然后那一次保养是3万公里 所以增添这一支影片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持有KUGA这一年来的一些保养啊 还有使用心得 至于最多人问的应该就是开福特的车子 它的妥善率是怎么样 那我入手KUGA这一年以来已经开了3万多公里 那大家应该都会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一年里面有初保过吗 那我可以跟大家讲 有 我初保过一次 初保的项目是避震器 其实我的左后方跟右后方都有剩油 那在3万公里这一次检查的时候其实只有右边的避震器渗漏有超过三分之二 那超过三分之二之后已经符合原厂的出厂标准 可是左后方的这一支避震器它目前渗漏还不到三分之二 所以原厂在这一次3万订保的时候并没有办理初保 他是跟我说下次回厂的时候再检查 看左后方这支避震器它渗漏的状况怎么样 再来决定是说要什么时候初保 除此之外我在这一年多3万多公里的里程里面 没有在推原厂初保过任何东西 那你会说它的妥善率好吗 其实我觉得只用一年的时间 毕竟它是全新的车子 它现在其实是看不出妥善率好或不好的 如果说是以硬体的零件来看的话 那当然网路上会有很多库卡的车主 会反映一些大大小小不一样的问题 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我觉得都算是比较偏个案 因为我在我的车子上面其实没有看到这些问题 至于有哪些问题我可以列几个给大家参考一下 变速箱在低速行驶的时候会有抖动的问题 我自己倒是没有碰过 因为我在买库卡之前 其实大概都了解到说 它的变速箱是属于8AT的这种变速箱 不像是目前日系车主流所采用的CVT无段变速箱 所以相对来说 库卡在低速行驶的时候 因为它的档位的变换会比较频繁 那在频繁变换档位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会导致使用者或者驾驶者 它开起来的时候觉得会有所谓的顿挫管 不过我在我的行驶这3万公里的里程的体验里面 是没有感觉到变速箱在换档有明显的顿挫感 但是就我以前开过这种日系传统CVT的变速箱的车子 跟目前的KUGA这一颗8AT的变速箱 那两个比较起来的话 我必须要承认CVT变速箱它的运作会比较精致 它在变换档位的过程当中 不会给你那么大的顿挫感 那也不是说KUGA带来的顿挫感会比较大 而是你在两者之间你就会明显感觉出 KUGA它在变换档位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比较明显一点 KUGA另外一个比较多人会提起的问题 就是说禁止时候切换档位 车子都会有抖动 因为新的KUGA就是MK3 它使用的是跟像是Focus一样的这种线传排档 或者就是它转动的时候 它是靠一个小小的旋钮去切换档位 那有些人碰到的状况是说 它在从P档切入R档 或者是切到D档的时候 车子会产生明显的这种抖动感 那我必须要说在我这一年的使用过程里面 我是没有碰到 因为我在切换档位的时候 我是属于那一种会一次转到位 比如说在转盘的上面的一端 它是P档 那D档是位在最远的地方 就是它中间会有P 然后会经过R、N、D 然后一直到就是D档是最后一档 我切换的流程是我从P档会一口气就转到D档 让它可以就是可以直接到D档然后入档 那我在换档的过程 在静止的时候换档的过程是刹车都会踩住的 那切过去的时候呢 大概需要停顿大概1到2秒吧 总之是从P档切到D档我一次转过去 那我在静止的状况下 我是踩着刹车转过去之后 大概要1秒多之后 车子才会真正的切换到D档 并且具有动力可以让你往前 那停留的这个时间点 我是觉得还好 因为我在静止的时候 我本身车子我就是会等它一下 那等待的时间我是觉得还好 可是有些人是觉得说 它在切换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产生抖动 那我在我的用车体验里面 是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然后KUGA另外一个 大家比较常问的问题 就是说它的油耗真的那么差吗 那我必须要老实跟大家讲 它的油耗还真的蛮差的 以它这种炖位 大概是算是2.0的休旅车 那它是有涡轮增压的 那同时它也有具有四轮传动 所以呢 它在市区的油耗其实会非常难看 以我个人的经验 在市区的油耗大概每公升 只能跑大概5到6公里 而且我都是非常平顺的踩喔 我踩这台休旅车 我们开到现在3万公里 其实我们里面 几乎是不会大踩油门 时速也几乎都没有超过 130公里过 大概都是130公里以下 那市区的话更不用讲 大概都是只有30-40 升4-50这样在跑 那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不是很 很用力的去踩这个油门 但它的油耗其实在市区还是很差 至于高速公路的部分 那差异就很大 因为呢 我们上了高速公路之后 就会使用它的Copilot360 就是自动辅助驾驶 那原则上我在高速公路 只要不下雨的时候 都是开启节能模式 我在使用这个车子 那它的节能模式的状况下 它不会极加速极减速 然后相对来讲它的时速 如果你是在国道的 设定的上限范围内 比如说博山是时速120公里之内 或者是像西滨快速道路 它是90公里就是速线的上限的话 它的油耗都会表现的还可以 比如说像我往返台北到嘉义 那我在南下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北上我只要走西滨 它大概就平均可以跑在18公里每公升 我的时速大概就是 我说的是GPS的时速 大概就是维持在95、96左右 就是GPS的时速 实际上的表数应该是103、102左右 那它在西滨这边跑 大概是可以跑到15到18之间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是国道3号 我的表数大概会在123 那时速 真正的GPS时速大概是117、118左右 它的油耗大概就会落在 平均都在大概14到15之间 如果沿路有走走停停的话 大概就是13多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它大概都有14公里每公升以上的水准 再高速公路 如果我前提是你有使用Corepilot360这一套系统 所以我觉得油耗对我来说 我觉得不是说真的很省油 如果你以当今目前的造车工艺来讲的话 这个车子真的不算是很省油 不过你要想 这台车子它是2.0 而且它具有涡轮增压 然后又有38公斤米的流力 加上它有四轮传动 然后呢它的鋼板结构 就是它用的这种 结构是有到1700Mpart 相对来讲它各种 安全系数都比较高 所以我是可以接受它的油耗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差一点 我实际看下来一年3万公里的油耗 大概就是像你们画面上看到这个样子 就仪表板左下角会显示 总共目前里程是35,145公里 那我总共的行驶时间是 呃一般右上角那个713小时 整体的油耗大概就是12.8公里每公升 数据好不好看 或者是觉得耗不好油 我个人是觉得取决于每个人的用法啦 有些人就是长跑高速 那高速的话KUKA是真的蛮省油 那有些人是会长跑市区 那不得不说KUKA的市区是真的很好油 所以我觉得油耗好或不好 也是取决于你的动路环境 还有你的右脚安不安分 总结来说 我觉得KUKA 以120万这个集聚 你可以买到的车子来说 它仍然算是相当的 具有CP值 很划算 怎么说呢 一来是这台车子它最优异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KUKA的360 那再来就是它的隔音 它的隔音真的比起 不要说国产车 甚至可以媲美蛮多进口车的 那它的优异的隔音相对于 带来的一些优势会有很多 比如说它车内它采用的是10支喇叭 BMO音响 我过前不论说BMO音响到底有多好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听不出来 可是相对来讲10支喇叭加上它优异的 这种车式的宁静感 它带给你的行驶的路感 还有你整体的驾驶的质感 其实是会提升非常多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是会走长途的 比如说都是会从台北 就是一路到南投 或者是 一路到嘉义等等这种长途的 因为我的老家就在南部 那对于我来说 有KUKA 360的辅助 会让我整体的驾驶的这种匹备感 会从原买的可能是10 会减到只有1 就是会减大概 会剩下只有10分之1 因为剩下的大概就是 你只要专心的看路况就好 你不用很明显的用脚去控制油门 也不用出那么多力气去控制方向盘 你只要含着这个方向盘 那把你的脚 随时放在可以介入的这个时机 那其实KUKA 360它在整体的 高速公路的行路质感 是会带给你非常好的感受 另外就是因为它的隔音够好 所以它可以有效的去阻隔 比如说风切声 或者是轮胎的这种胎噪声 那你降低了风切声跟胎噪声有什么好处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音响 不用开得那么大声 音响不用开得那么大声 最间接影响的就是你的耳朵 你可以不用 被这种这么重的音乐 这么大声的音乐 一直轰炸你的耳朵 相对于来讲 你在行使这种长途的 旅程的时候 你的耳朵其实负担量也会变得比较小 就不用一直受到这种 高音量的音乐的这种轰炸 或者是 你需要特别用这种声音去压过 比如说风切声 或者是胎噪声 那再来就是它会让音乐的品质会提升 因为你 车内的噪音少 相对来讲你 比较容易听得出音乐里面的其他的细节 当然你要说 BMO音响也不是什么 太高级的音响 或者是什么很好的喇叭 但我必须要讲 BMO音响 在KUGA里面 它其实主要带来不是这个 音响的品质有多好 而是它跟KUGA整体的 这个抗噪音 这是它的临近感 它带给你的这种 行路的质感 相浮相成 之下你才会感受得出 原来车是临近这么重要 原来音响 在这里面 怎么会变得特别好 它不单单只是因为 它是BMO音响 我觉得对于车子提供的这个 宁静的测试空间 是有很大的加分效果 另外像是电动尾门 我也觉得非常好用 因为我现在 出门 有时候载小朋友东西 东西很多 有时候要双手拿 或者是比如说拿推车 要上 车厢的时候 有时候都是双手 所以有这种 脚踢的感应尾门 其实它是相对方便很多 尤其在我这一年在这样子搬东西 然后有一些旅行 或者是长途的行驶的时候 你特别能感受到 这个 电动尾门它带来的优势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内容 大概就是我们 持有这台KUGA的车子 一年的 一些心得分享 那 详细的开箱 其实我在2万公里的时候 有发过一篇 blog的文章 那我把连结放在 下方的资讯栏 那里面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会以照片为主 那时候也是 替KUGA拍了不少照片 为了写那一篇开箱文跟2万公里的新德文 其实它里面有更多的这些我们做的功课 以及 我驾驶这台车子2万公里的一些保养的 资讯或者是 相关的优缺点我都有列在那篇文章里面 如果有需要的 各位可以 自行去参考这篇blog的文章 那我是星野 这里是星野vlog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